新北市有一间神坛负责人假借了神佛的名义 欺骗女弟子必须接受灵疗来治疗子宫肌瘤 结果神棍呢就趁机来猥亵被害人 板桥地院依强制性交罪判这名神棍15年徒刑 这间神坛位在三重 据说一人萧淑盛也曾经到神坛来询问她的演艺事业 被害女子向警方弃诉说她遭到了猥亵多达10次 一开始以为是真的可以借由灵疗治病 不过后来才知道自己受骗上当愤而提高